华元经,华元经是体会,大是心体,光是心相,方是心相,光是心忍,大方光就是自体相忍,佛的自体相忍。 我来说佛,怎么能表现佛,大方光,佛的体相忍?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,跟华元经的意义是一样一样的,同等的,什么是真,心的本相? 这每人都有,都具足的,入不上,见不到,还不理解,自信不运的自信,迷了。 怎么能理解呢? 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说,我在大陆,尝试跟他们讲,中国人民人行,是中国人,这个人行就是你的。 哪个中国人的道行,道人行,拿到一元钱,拿得到我? 拿不到,但人行是你的,只是有你一份。 你想有肉,没有,体是一样的,中国人民人行。 中国人民人行是中国人民的,那人民就是主人,开人行的,你到人行只一块钱也不行啊。 咱们这个体,咱们具足的,跟祝佛菩萨一样的啊。 咱们迷了,没有权,咱们自己死掉了,你怎么样要得显现,把你权的显现,心的本体,是如如的,不易的。 全都如是这个法,这一法是不动的,如如不动的,永远不变,永远不易的,清净圆满。 没有杖,也没有难。 维密难见啊,那见到不就成了吗? 就是见不到,一点作用没有。 说,诸一切众生与佛,无二无别。 咱们跟众佛没有差别,那众佛的妙容我一个也没有。 能有吗? 没有。 在祝佛无战无奈, 威蜜难见的, 一切众师,一切处, 常识地,不变,不坏。 他能生长一切法, 一切法为其所生。 这就是绝了。 一个绝意, 含着两种, 一个绝,一个不绝, 都是绝, 一个绝意, 但是他有个绝,一个不绝, 绝者诸佛菩萨, 不绝反腐众生, 六道众生。 同时一个绝, 有绝了, 有不绝了。 这个说事, 属于真者, 是说的绝意啊, 绝物呢, 就是祝佛。 所以, 心佛与众生, 是三无差别。 这是谜和悟。 悟了呢, 跟祝佛平等平等, 谜了呢, 就是众生。 这是真啊, 真是不错。 无望, 所言望者, 为其分别觉知, 元律, 异想等事, 随夫相训, 能生一些种种境界。 而内虚伪, 无有真实, 不可见过。 一个前头讲的那一段, 是绝, 这一段呢, 可是不绝了。 这个不绝的次第很多, 不是像这个两句话, 就不得说了。 在马明菩萨造的大乘秦论, 一念不绝生三细, 就是三细相, 烦恼了, 烦恼了, 就从无明生出来的, 一念不绝呢, 就指着无明说的。 三细相呢, 就是夜相, 转相, 现象。 但是我们就凡夫要断这个三相的时候, 到八地菩萨, 断现象, 九地菩萨断转相, 十地菩萨断夜相。 但你这些要经无量节了, 这个地方显得, 总说了, 一个真, 一个望。 当我们对一切事物一起心动念, 一起分别, 求知, 这个问题你不明白, 要想求知道, 取心动念, 这就取望, 其妄想分别, 觉知, 原意, 行觉悟, 原念, 思量。 你有这些个事儿呢, 相续不断, 越想越出, 越分别越出, 乃至于企业, 一造业, 业就把你细住了, 散业把你散业细住, 乐业把你乐业细住, 反而是一起心动念, 这叫企业, 这个业就被你散业细住了, 你就跑不脱了, 你要想断了, 可难了, 因为什么呢? 它越远越出, 它不停地造业, 等你造了业了, 你想再恢复, 非常难, 非常难, 说造业荣业, 但你要忏悔消灭这个业上, 那你付出可就十倍, 也许百倍, 千倍, 现在我们要帮我们洗干净, 恢复本来的原有情境, 因为你多生累劫来啊, 积累的业细啊, 业障, 障就障你见那个真如本性的, 你要帮他刷洗干净, 你照不是一片一年两年无量劫, 那你洗刷得容易, 得看你的力量, 就像禅宗的顿潮之入, 立正菩提, 那不是正菩提啊, 那立正菩提说他把烦恼断了, 见到, 正德还要修, 还得慢慢地磨练, 上当我们做一件错事, 那你忘心蒙力, 马上就做了, 赶紧起善心, 要想把这个所做的错事, 究竟转来, 那你可付出代价就多了, 所以跟咱们这个道理是一样的, 当我们起心动念造业的时候, 越变越出, 越变越出, 来自从我们的, 明白了, 学佛, 开始, 对, 开始, 说我们一般的佛弟子, 你得先归于佛, 归于法, 归于圣, 说我自学看很多经论, 你不能算佛门弟子, 非得归于佛, 归于法, 归于圣, 这说三菩, 这算佛, 重新归于佛开始, 这个一般的从四相上说, 有佛像, 有僧人, 有三菩的法, 是从四相讲, 从理上讲呢, 这个三菩是自性三菩, 返本还原, 归于三菩的时候, 恢复你自己的自性的佛宝, 自性的生菩, 生根佛是佛根生, 合合就是法, 归于自性的佛法生三菩, 在我一般的说, 我只要一个师父归于三宝, 就入佛门了, 这个不行啊, 你看我们出家的师父, 但是在家们居士道友们, 四中弟子, 彼秀彼秀尼, 优伯萨优伯爷, 这四中弟子, 每天念经开始, 或者你拜颤, 最初一开始, 都要归于佛, 归于法, 归于生, 要不念念归于三宝, 不是那个寿三归, 归于三宝, 要念念不断的归于三宝, 实时的归于三宝, 你念哪一部经, 你打开, 开经, 一定归于三宝, 如果大家念华严经, 华严的普贤恨品, 十大愿望, 归于三宝, 归于三宝就正三大愿, 归于三宝就忏悔严障, 这三宝是常识的, 不是短时间的, 为什么, 这就叫觉知, 这就觉意, 说我们自己的觉意不够, 觉的力量不够, 要叫三宝的加持, 说念念不忘三宝, 第一个念三宝, 消除严障, 假使没有很多佛弟子, 信了佛了, 说还招魔, 他的佛堂还有磨难, 感觉还有鬼神来, 他自己不自觉, 你归于的不真实啊, 你并没有真正归于佛法僧三宝, 你真正归于佛法僧三宝了, 哪有这些个磨难啊, 鬼狠还来得到啊, 就你归于三宝的时候, 护法僧都在你身边呢, 他不是护士你, 护士三宝, 因为你念念不断三宝, 念念得到三宝的护士, 怎么会还有鬼神呢, 好多佛弟子, 说鬼鬼迷住了, 他的佛堂有鬼神出现, 那就问你自己了, 你归于三宝不真实, 起码你表达这么个问题, 如果你真实的, 怎么会还有这个现象呢, 你知道归于佛有好多护法吗, 归于法有好多护法, 归于生好多护法吗, 心要真, 愿就切, 心不真, 愿不切, 三宝的护士力量, 加持不到你, 三宝是普遍加持, 是你自己不要三宝加持, 你净答妄想, 再说不好一点, 说深刻一点, 欺骗三宝, 这个大家可以想得到的啊, 但是能不能减少罪证啊, 有没有福报, 福报是有啊, 但是归于三宝了, 随便你是家的, 乃至你建个形象的, 这个福报是人天福报啊, 财富上, 在生活上, 是这些个, 但是你要了到, 想要成就, 那个归于三宝, 是要你的心, 跟三宝合而为一, und schon可以了, 你看到我, 跟三宝, 看那你们でしょう, 还是像是一位,